中國載人火箭系統前總指揮黃春平訪港 他說預計中國的太空人最快十年之後就可以登陸月球 神舟一號至六號的總指揮黃春平 和三百多名本地小學生講解中國航天技術和心得 他說今年十月探月衛星常外二號將會升空 有助了解月球情況和尋找理想著陸地點 但中國何時可以成功登月是言之過早 這個現在是很難說 我估計至少要十年 火箭你現在用的能力還不夠 你必須把地面上五十噸的東西 能夠抬到幾百公里高空前 你才有可能去月球能下去最難的東西 除了加強技術和做好登月準備工程 中國航天事業也要訓練新力軍 去年已經首次招募了兩名旅航天員準備開始培訓 至於他們何時可以執行航天任務 黃春平說要視乎努力和成績 如果表現良好 最快2011年可以參與航天任務 無線移升機 carriers 昂天臨 無線車geben自動機 無線車觀眾家偷 無線車